贵族小姐爱生穷小子被家里送到治疗院改造 没想到院长居然是一只花妖 不听话的女人统统被吃掉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奇幻片《天堂山》 贵小姐乌玛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陌生的房子 就在她寻找出口的时候 两个仆人端着早餐走了进来 一脸懵逼的乌玛打翻早餐逃了出去 然而却发现自己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之上 乌玛逃到山洞之中 在那里碰见了漂亮姐 漂亮姐假装要带她逃走 接着反手就把她交给了岛上的保安 保安将乌玛到的办公室 这时治疗院的洋院长出场了 原来乌玛因为不听家里安排的婚事 而被送进了这所治疗院 治疗院里都这些被家长送来治疗的女人 室友胖妞因为太胖而被送来减肥 另一名室友焦虑姐因为焦虑症被亲戚送来 漂亮姐原本是一位网红歌手 由于坚持真唱而被团队送来治疗 晚饭的时候漂亮姐找上乌玛 说早上的事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还和乌玛约定晚上再见 然而当天晚上两人却都睡了过去 第二天治疗院的护理过来伺候几人 这里的服务还是很好的 穿衣化妆都有人工服务 还有专业的老师教授瑜伽 练习完毕之后乌玛被带到了治疗室 她被绑在一匹白马上 接着四周开始循环播放未婚夫的影像 乌玛为了抵制洗脑 还把自己的手给弄伤了 杨院长假惺惺的给乌玛疗伤 这时乌玛忍不住告诉杨院长 她已经心有所属了 而且对方还是个穷小子 听完乌玛这番话 杨院长心里有了主意 她偷偷将乌玛的男朋友扎哥带到了岛上 乌玛还被蒙在鼓里 看到扎哥找了过来 当场感动了就要和她为爱鼓掌 乌玛的漂亮姐看着不堪入目的场面 不禁流下眼泪 晚上漂亮姐忍不住告诫乌玛 以她纵横沙场的经验 看来扎哥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乌玛正沉溺在爱情之中 根本听不进去任何意见 这天岛上突然闯入了陌生人 乌玛私人恰好撞上焦躁不安的杨院长 焦绿姐对杨院长不太客气 没想到平时温柔可人的杨院长突然发飙 将焦绿姐按在墙上 连玻璃都给震碎了 还好漂亮姐及时出头 杨院长这才放过了焦绿姐 事件平息后 漂亮姐将乌玛带进一个小山洞 里面居然还放着一艘小船 原来闯进小岛的人是漂亮姐的粉丝 这次就是专门给她送船来的 漂亮姐希望能带着乌玛一起离开 然而此时乌玛还惦记着扎哥 她将消息告诉扎哥 想带着扎哥一起离开 无聊就在晚饭的时候 杨院长却突然宣布 漂亮姐的治疗已经完成 明天她就会被送离小岛 漂亮姐将画有地图的发甲送给乌玛 两人约好午夜时分再见 晚上乌玛尝试偷偷溜出房间 然而半路上却遇到知情的护工 乌玛只好躺在路上假装睡着 最后又被护工带了回去 第二天 乌玛再次被带到了治疗室 由于抗拒治疗 乌玛被管进了禁闭室 她喝下去有催眠效果的牛奶 之后便睡了过去 等她醒来之后 已经是两个星期之后了 杨院长给她看完漂亮姐的视频 此时的漂亮姐对着镜头镇定自若 已经不像是乌玛认识的那个漂亮姐 乌玛意识到里面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这时杨院长却告诉她一个惊喜的消息 明天她就可以出院了 乌玛怀疑晚上会被院风动手脚 于是她劝说两个室友打算一起逃走 当然还有她心心念念的扎哥 然而到了午夜时分 焦虑姐却被两个护工给带走了 乌玛和胖牛跟着护工来到了一间实验室 他们冲进去打晕护工 将焦虑姐救了出来 三人在实验室里一阵乱窜 来到一间数据控制室里头 屏幕上显示着三人的各项数据 乌玛这才明白 这疗院治疗是假 收集数据才是真的 最让她揪心的是扎哥一直都在出卖她 此时保安也赶了过来 三人一路奔逃 来到了另一间实验室里头 里面有很多蒙着面纱的人 面纱人揭开自己的面纱 居然长得和焦虑姐一毛一样 原来这些人都是被治疗院改造的副本 目的就是取代那些来治疗的人 成为他们的替代品 采集他们的数据 就是为了打造出完美的复制品 乌玛对着这群复制人一阵口吞 希望他们能勇敢做自己 说完便带着胖牛逃到了一个树林里头 没走几步胖牛就被树枝卷了进去 乌玛发现树枝上挂满了女人的尸体 其中就包括漂亮姐的 这时一旁传来了胖牛的惨叫 乌玛走近一看 发现杨院长竟然变成了吸血的花腰 杨院长绑住乌玛开始给自己输血 就在乌玛要咯屁的时候 假乌玛跑了过去 他吸引住杨院长注意力 乌玛则趁机将小刀刺进了杨院长体内 就这样杨院长变成了一堆枯萎的花朵 两个乌玛来到海滩上 扎哥再次冒了出来 这次乌玛没有再上当 左船离开了小岛 最后乌玛刺死了自己的未婚夫 他让假乌玛代替自己回到家中 自己则成了一个彻底的自由人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